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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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姐姐 辛苦了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你看那个新人也太没眼力劲了吧 余生姐这种摄影界的大咖 也是她能随便打扇的 又是一个来要资源的新人呗 走 姐姐 从刚才开始 你就盯着我看 姐姐 约吗 你胆子很大嘛 滑下的 新人摩托 又是个来要思源的新人 姐姐 今晚有时间吗 余生 网上都说你这几年的摄影作品没有创新 是江郎才界 我看你啊 就是心理应激创伤才导致的性冷淡 所以才影响你的工作 思维和审美 那我暂停工作 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看什么心理医生啊 你每天对着那么多帅哥和模特 找一个好驾驭又不麻烦的新人大脸 保证要到病虫 今晚十点 你这男孩儿 铁驴针真吓人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就到没见过 这个灯往前一点 余生姐 您今天拍的是影后许家丽 是华夏影视的长公主 绝对的豪门女王 你一定要热情 我不够热情吗 他们私底下都说您是性冷淡放 好了吗 绿姐 喝水 谢谢 要不要这么巧 丽姐 可以开始了吗 走吧 姐姐 丽姐昨天晚上熬夜了 能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吗 余生 这是我弟 秦 这是华夏新签约的艺人 你以后多照顾一下 你好 我叫秦浩东 多多关照 谢谢 这些片方 我会 去忙吧 我们去那边吧 好 余生姐 你听说了吗 那个新人模特 是许家丽的小情人 男子是真的她 连影后都敢勾她 昨晚啊 二人同宿立井湾 同情同出 你们俩少说几句吧 我 我上个厕所 我以为你很懂规矩 姐姐 你那天不自然别 我好想你啊 怎么 影后的大腿 没抱上啊 姐姐 我可以理解为 你在吃醋 你想多了 作为一个新人 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 这个圈子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小心 姐姐是在关心我 今晚我懂你 余生姐 你知不知道 来了一个大人物 你知道今天 来探许家丽班的是谁吗 秦正辉 就是那个海市首富 秦氏集团总裁秦正辉 大家都说许家丽不简单 可是没想到 背后的金主 居然是秦正辉 你说那个新人模特 他居然敢勾她许家丽 也不怕秦正辉 扒他一层体 这就是来自大佬的压迟 你觉得 他和那个新人模特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秦正辉也姓秦 秦正辉也姓秦 该不会是父子吧 那个新人模特 不可能吧 秦正辉的儿子 好像才五岁 对 听说过 而且海诚姓秦的人那么多 他如果真的是 秦氏总裁的儿子 至于做一个新人模特 靠钱鬼则上位吗 我是不是疯了呀 居然敢信刘延的鬼怪 找个男人之别 姐姐 我就是来款房卡的 姐姐 来都来了 他和秦正辉 还真有点像 不过秦氏集团的少爷 确实不需要换进娱乐圈 肯定是我想多了 姐姐 你这个时候还在想着别人 получ还在想着ike 把父子人换 Near 这就挺乱 prestige 动 μ 比如ез靠 你 algorithm 你自己有找块 发 morph ified 你 sanitizer Ben 大家 这是 科学 Method Airbnb 经理 其是 猫 绿 姐姐 我们谈个恋爱吧 清局时尚封面新人 我推荐你了 礼尚往来各取所需 其他的 想都不要想 姐姐对我这么好 那我是不是得 更加加倍地 讨姐姐欢心呢 秦浩东 看来 你保护了一颗二颈 姐姐 我就这么不理了 你怎么就后知后觉呢 我让步 背负着你给我的不顾 啊 太疯疯了吧 这个男人是妖精吧 还会蛊惑人心 我流流了 姐姐 下一次我可不会 这么轻易地放你走了 喂 少爷 先生问你什么时候肯回家 看看时间都后半夜了 你让我回哪个家 先生说 这个秦浩东可不简单啊 作为新人 这已经是咱余生姐第二次给他派个人专辑了 嗯 许家里走到哪都带着他 真是宠啊 这个秦浩东 看来是逛上许家丽了 许家丽背后的男人是秦正辉啊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姐姐 你就这么喜欢偷看我 乔童 姐姐 道具组说了 让你进来帮我选衣服 姐姐 你不觉得很刺激吗 你 闪开 齐浩东 我给你脸了是吧 姐姐为什么不敢跟我谈恋爱啊 睡了我 不想负责 你要不想谈恋爱 只想解决胜利需求 那有没有想过一个固定的难办 我没有这种打算 姐姐 我对你上瘾了怎么办 秦浩东 我没有像许家丽那样的家世背景 腿不够粗也撑不起你的野心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姐姐 我腿粗 我可以保护你 我可以保护你 余生姐呢 小哥 依次 我早早 秦浩东 放开我 害怕了 那你答应我 跟我谈恋爱 秦浩东 姐姐你求我 求你 姐姐真乖 余生姐 你男朋友来了 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酥 余生姐 你男朋友来了 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酥 你别瞎说 余生姐 许总是对你很好啊 男朋友也不过如此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他喜欢你 再乱说的话 小心我扣你工资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刚好有时间 过来看看你 不是说了 让你休息一段时间 别太累了 我哪有时间休息啊 你也知道 我需要钱 我给你你又不要 你还是给我工作吧 不劳而获 我拿这不踏实 你呀 就是太要强了 你明天到我 怎么受伤了 抱歉 小徐总 娜娜 把药箱拿过来 还笑 走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我 他对异性从来都很抗拒 除了我 什么时候 对别的男人 有这么关系 姐 我故意的 你发什么神经啊 姐姐 你跟徐程扬 是什么关系啊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 秦浩东 姐姐 我只是个新人 我看你跟小徐总 关系那么好 能不能多帮我说 几句好话 他听得倒是挺清楚 八卦不能信 我跟他 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 姐姐 我要的不多 听说 丽姐最近接了一部戏 叫脱欢 去呢 是小徐总投资的 我作为一个新人 无权无视的 哪有什么进族 世袭的机会 所以 姐姐你提一嘴呗 就一嘴 我可是听说 最近许家里 带你出席活动 可外照顾你 你求他 你求我 可是人家家丽姐 看不上我 太莫能住 姐姐 姐姐 你永远都是我的 谁都抢不走 就算是许承阳 也不行 还是不要再有 生和交集了 这么冷的天还在排 真是辛苦你了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现在可是在外面度假呢 这次是我不好 离时偷着你回来 看在钱的面子上 原谅你了 余生 毕业打得赌 你没忘记吗 徐承阳 你能不能不要 每次见面都提这件事情 你别忘了 你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我们说好了 如果三十岁之前 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我们就试着在一起 而且和连城国际的婚姻 就不是我定的 至于那个所谓的未婚妻 我根本就没见过 成不了 徐承阳 你说你 要家事有家事 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也有长相 你不缺女人 你明知道我喜欢 徐总好 怎么又是他 姐姐 今天又要辛苦你了 小冬 余大摄影师可不好起 好好配合 走吧 你 你挺厉害啊 看来不需要我来搭线 你也能勾搭上徐承阳 姐姐 这是在和徐总谈恋爱啊 你少打听 这小狼子 一会儿还要上镜 只会把脸打中了 看来 这个圈子里的规矩 你是一点也没学会 对不起 我只是想你了 穿得这么厚 能拍好看吗 走 跟我回棚里拍 走 你是新人吧 我来教教你啊 这个扣子得解开 然后再往下 这么漂亮的人云线得露出来啊 往下扯一点 太暴露的照片 你们欢瑞封面也不会上吧 你懂什么呀 你这风格可太局限了 我是在帮你 要不你来拍 余生 你在狂什么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 我们欢瑞非你不可 我可告诉你 要不是徐总极力推荐你 你以为我愿意用你吗 除了会拍一些什么冷淡风 还会拍什么 将狼猜忌 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那好 你重新找人来拍 我拍不了 余生 你嚣张什么你嚣张 就你这臭脾气 这个圈子里 哪个合作方能受得了你 梅姐 先中场休息一下 我给你点杯咖啡 消消气 要不是看在许承阳的面子上 你这小破公司早就倒闭了 还不是仗着爬上许承阳的桌 哦对了 许承阳的未婚妻可马上回国了 我看你还能嚣张几天 管好你那张嘴 再敢不说八道 我就告你诽谤 余生 梅姐 生气容易得入险案 万一应年早逝 得不偿失 余生 别来招着我 你有什么好嚣张的呀 谁不知道你跟许承阳睡了 不要脸 欢瑞杂志的主编杨梅 我不希望在这个圈子里 看到她的任何消息 余生姐 你也别生气了 柳梅就是那种屈颜覆势的人 仗着自己背后是欢瑞 说话就口无遮掩的 我没生气 不过 余生姐 你以前从来不多管闲事的 尤其是有关于欢瑞的事 而且那个柳梅 她调戏心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这次 心情不好 快来姨妈了 哦 行啊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嗯 余生姐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你这些年给公司赚的钱 足够在海城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了 怎么还一直住在出租屋里啊 跳楼了 哎 有人跳楼了 哎 真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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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说了吗 好像是公司破产了 然后就跳楼了 还有个女儿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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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余生 你爸自杀了 他死前欠了银行几个亿的欠款 现在银行要依法查封 你爸名下的所有资产 包括你现在住的 小阳 哦 不可能 我爸 不可能自杀他 我爸不可能自杀 已经是有人害死了他 心想杀死的老爷 我求求你们好不好 这是我爸留给我唯一的家 我求求你们了 很抱歉 除非你能还上所有钱款 否则 银行将会依法白买 给我点时间 求求你们给我点时间 我会还的 十个亿你怎么还 我会还的 会还的 我会还的 我会还的 我看这个秦浩东 他一直都护着你 也不算坏 而且他一个新人 也没权没事的 挺可怜的 要是再被柳梅给欺负了 那真的挺倒霉的 不对了 我还听说那个柳梅 他特别喜欢给别人下药 你人还怪好的呀 管的事还挺多 他一个大男人 如果自己不愿意的话 还能被人欺负了不成 嗯 也是 那医生姐 我先回家了 好 路上注意安全 嗯 你好 姐姐 我不好 我好像喝多了 他管我酒 我好难受 酒好像有问题 你在哪 叶瑟 秦浩东 为了求资源 是不是被人卖到 窑子里也去 站在园地等我 帅哥 一个人 滚 帅哥 约吗 听不懂吗 姐姐 还叫上姐姐了 帅哥 你跟我玩情趣呢 秦浩东 过来 姐姐来接我了 你谁啊 她是我的人 有女朋友还出来转什么转 姐姐 我回家睡觉 一起睡 你坐好 你坐好 坐好 嗯 我不 师傅 去蓝亭酒店 我不去酒店 你身份证呢 身份证给我 没的 你身份证 那你家在哪 我先送你回去 我没有家 那不是我家 我爸有了小三 又有了个听话的儿子 他们不需要我 不需要我 这就是他这么努力求资源的原因吗 还真是 同病相连 留在每个爱过的爱情 师傅 去蓝醉院吧 喝 谁比较起来 别碰我 比较快 当你的身边 开始 有一个人存在 没人 这么晚了 给我打电话 突然开窍 要和我结婚了吗 你少贫 我给你打听个事 通欢这部电影 是不是你投资的 你要给行当演员吗 我给你推进个人 我给你推进个人 什么人啊 值得你亲自找我 你别瞎想 只不过是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新人 是你们公司的 谁这么幸运 你就说帮不帮吧 难得你亲自开口 就算是烂泥 我也给他胡在墙上 他叫秦浩东 是你们公司的新人模特 我给他拍过宣传片 他很努力 很拼 少少 突然开窍了 要不要我让他去陪陪你 试着谈个恋爱 你瞎说什么呢 我只不过 我只不过 是从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好 不和你开玩笑了 我只是随口一提啊 我看你是想我了 故意找个借口 给我打电话查稿 行了睡觉吧你 啊 喂 我是疯了吗 居然为了一个秦浩东 去救喜成员 行了 只要醒了就赶紧滚蛋 姐姐昨天晚上居然让我睡沙发 还老真了 那也是你自找的 自找的 秦浩东 姐姐 姐姐快尝尝 听说你喜欢吃法餐 现在的娱乐公司 还会陪我新人用餐礼仪 法餐厨艺啊 那个 我跟家里姐去过几次法餐厅 就学了一点 你跟家里姐 约过几次 姐姐这是吃醋了 我没有跟你以外的任何一个女生约过 险子 年纪还挺好 女生 明天我要冲撤去下海岛 这一夜的大秀邀请了不少圈内的人 你是唯一被邀请的生日 真是遗憾了我的生日 这次我为了你 可是下雪短了 能无论还是红帕 随便你去 全事情跟绝对甩鸽 绝对一样眼 我跟你说啊 这次你可别对我灵阵后堂啊 这次必须找个男人谈恋爱 解决你的收利问题和情感空缺问题 我说了 任小姐 你们豪门千斤都这么闲吗 这游愣和轰趴就算了 哎 你 哎 你 双双 在哪呢 家里有人吗 那个 对了 这次的基地年度盛典 邀请嘉宾是不是你说了算 那必须的 那你帮我邀请一个新人 我是没睡醒吗 你要邀请新人 谁啊 我可以邀请啊 但我有个条件 大九千一晚 你得任由我安排 那你让我跳海 我还去跳海啊 敢不敢 行行行行行 好 那归案吧 这次说什么 我也得给你卖出去 好了 我的大小姐 挂了 姐姐 被我热水了 请好动 想找新人 你偷听我打电话 我听见 姐姐 是我还不够用迷茫 姐姐居然还想找别人玩 你好像没有找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们之间你请我愿 若取所需 如果你越界 我们就分开 半天上的土印那种 姐姐我错了 请好动 我在这个圈子里面很特殊 你也看到了 我住在出租屋里面 能给到你的资源很有限 你好好想清楚 到底有没有必要 跟我纠缠下去 给我查一下这次的GD大秀 都邀请了多少新人 在这次的GD大秀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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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些男模特 有没有看上眼的 我帮你要电话 别闹 子杰 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余生 认识吧 认识 余生 我知道 娱乐圈魔术摄影师 开谁谁火 你好 我叫刘子杰 也单身 你好 姐姐 你是背着我过来相亲的 秦浩东 你怎么来了 谁啊 你好 我叫秦浩东 是余生杰的 朋友 原来是朋友 姐姐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 这个我知道 他喜欢 持久的 这个我知道 他喜欢 持久的 你俩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秦浩东 过来一下 秦浩东 你不要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 是谁教你这么有恃无恐的 姐姐才是有恃无恐吧 仗着有许承阳这个金主 就有恃无恐的在圈子里选难摸过夜 谁跟你的底气 这么质问我的 许承阳根本就是玩一玩 他跟联动的前进有婚约 秦浩东 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他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我不行 我们断了吧 断了是什么意思 你越界了 女生 你根本就没有醒 当出现招惹我的人 交换把日夜 冰封的眼泪 一滴秋恩线 生生 子杰比你小三岁 经过我严选的 哎呀 你就跟他试试嘛 说不定一心动 连结婚都想了呢 这些年 你一个人真的太苦了 哎呀 生生 刘子杰是关锐的模特 家是背景我都熟 你就跟他谈恋爱试试嘛 好 今晚你陪我 生生 你终于开窍了 别听那些医生瞎说啊 你没病 你要不要拿大喇叭喊呀 哎呀 生生 你爸妈的事情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 小过夜苦过 金耀东 想他干嘛 子杰 双生 我就交给你了 我先撤了 余生姐 你还单身 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抱歉 我 我先没想过 刚才我就是糊弄流言了 他吵得我头疼 余生姐 你要不要和我试试 我得回去了 余生姐 干杯干杯 那个余生 不愧是真看上刘子杰了吧 那就是一个摄影师 如果不是靠着许承阳 他能有今天的地位 能睡出来的地位 也算本事 浪货而已 你才水平试试 就送到这里吧 我还是送你回房间吧 余生姐 妈没得问一句 我想知道 你和许承阳 许总是什么关系 就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如果不想得罪许承阳 就走 就一晚 应该没人知道 他 他是 他是华夏的新人 许承阳的眼线 余生姐 你早点休息 起来 姐姐 秦浩东 圈里人都对我必知不见 生怕得罪了许承阳 你为什么不怕 姐姐 你想知道吗 那你亲我一下 哎呀 我问你话呢 没跟你闹 不要 姐姐不是说 不会不管我的吗 你都已经骗了我一次了 不能再骗我了 我不 我不 我基于姐姐很久了 我基于姐姐很久了 秦浩东 你好好看清楚我是谁 嘉丽姐说 你呢 你还真把我当成许嘉丽 滚了 来了 余生小姐 余生小姐 您作为首位还没毕业 就拿到摄影最高奖天的摄影师 有人说您将来才进 请问您有什么解释吗 余生小姐 作为华人 你的作品成功入围 有什么要说的吗 余生小姐 听说您跟华夏国际的 许承阳先生 传出不雅绯闻 您知道他有未婚妻吗 余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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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 你的作品能入围啊 我非常的惊讶 毕竟这些年嘛 你拍的作品也没有几个是好的 你好 你是 我叫连玲 是许承阳的未婚妻 至于你跟许承阳的传闻 抱歉 你误会了 我跟许承阳 只不过是大学同学 是发小 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 你这是在跟我炫耀 你跟许承阳说青梅竹马 不风捉影的事情 我不屑于解释 许承阳大了我六岁 至于他长什么样子 我根本都记不清楚 我们的婚事 也就是父母定下来 我心里有别人了 所以许承阳 我允许他心里也有 我心里有别人了 所以许承阳 我允许他心里也有别人 你跟许承阳的传闻 已经传到我爸的耳朵里了 他如果想动你 在整个海城除了琴家 没人能保得住你 就连许承阳也不行 你懂我的意思 余生姐 刚那女人是谁啊 她这一身上下 加起来又过千万了吧 联动集团的公主 就是那个 仅次于海城琴家的联动 虽然很厉害 但是呢比琴家差远了 咱们不用怕他 你跟琴家很熟吗 不熟 我们来给你祝贺 祝贺你成功入围摄影大赛 你们俩怎么搞突然袭击啊 万一我忙 不在家呢 家里藏男人了 这个点忙什么呀 给你买的花 我今天在柜厂 看到你的未婚妻了 她跟你说什么 我和她连面都没见过 婚约迟早取消 别放在心上 连连挺好的 人也长得漂亮 是初心 结婚挺好的 余生家里出过男人 最近休息的怎么样 还可以 余生 你真有情况啊 你家居然有两个呀 刷牙呗 还有男生鞋去搭 你金屋残骄啊 秦浩东这个王八蛋 什么时候把东西放这儿了 你快告诉我是谁 是不是我给你介绍的 那个刘子杰 别瞎猜 我故意的 这独居女性 放这些安全 对了 徐承阳 这次的个人视觉 艺术展身办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想因为 我们的绯闻影响到我 我可听说 连玲的爸爸 已经注意到了 交给我吧 余生姐 你快看热搜 不知道是谁在恶意造谣 拍了一段视频 发到网上 说你和许承阳 在车里接吻 艺术展的身办方 因为这件事情 延弃了我们的申请 余生姐 你说 你的个人视觉 艺术展正在走流程 这个时候 爆出这样的新闻 是不是 有人恶意要整你啊 去查一查 让人将热搜撤下来 把朱律师邀请函 起诉再要整 余生姐 许承阳许总已经澄清了 说车里的人不是你 车是他的 行车场是华夏内部人的车 除了华夏的人 没有人能拍到视频 并且造谣 你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好 舍政 你生气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新人 头拍传到了网上 很好 我要起诉的 余生 对方的身份很特殊 要不 我教训他一下 让他给你过来道个歉就算了 徐承阳 已经该很清楚 这次的视觉艺术展 对我来说有多重 在这个时候 有任何的负面影响 都可能导致我申办失败 这是道歉能解决的吗 我 余生你听我解释 余生姐 华夏的那个新人 就是叫丽娜的那个 造谣的那个 他来了 说是要给您道歉 我可忙 不见 嗯 许家丽的经纪人也约您 说是晚上一起吃饭 既然是影后亲自约我 那就定时间吧 嗯 好 余生不肯见我 他耍什么大牌啊 他唏嘘什么 真把自己当什么好鸟了 就算我拍到的不是他 他跟许承阳有一腿 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跟许承阳有一腿 也是不争的事实 哎 余生姐 我是丽娜的经纪人 欢迎网上那些视频 和我的律师谈吧 余生 听说你最近正在申办 个人艺术展 我爸呢 是海城艺术厅的馆长 现在 你想跟我好好谈谈了吗 我倒更适合跟你爸谈谈 看看什么样的家教 交出你这样的女儿 你 他一个被包养的 在这指高枪什么 装什么情高 声声 听说你这次参加摄影大赛满载而归啊 过奖了 我们圈子本来也就这么大 今天是什么局啊 今天我做东 给你介绍两位新人 余生姐 我们刚才见过 是吗 我脸吗 这位是浩东 你见过的 这位你见过 浩东 佳丽姐 网上那些照片和视频 你已经看到了 最近是我的事业上升期 在这个时候出现任何的绯闻 都会影响我的视野 所以 我是一定要出来澄清的 你能理解吧 这是自然 我知道 这次个人摄影展 对你来说很重要 当年 你爸爸成为艺术家的时候 他的起点 也是从这场个人艺术展开始的 这是我的个人执念 视频确实是丽娜拍的 他还小 不懂事 我已经训斥过了 但是视频呢 确实不是他传到网上的 是他朋友 一个圈外人 已经被警察给带走了 现在只要他发声明道歉 一切就能澄清 要不你给个面子 这个事 就让他过去 这小孩子不懂事 能理解 之前嚣张什么呀 还不是得乖乖同意 但是犯了错 就要承担责任 这是几岁小孩子 都知道的事情 丽娜 快给余生姐道歉 我跟你说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难免要合作的 不用道歉 浩东 你也觉得我没错 对不对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偷拍别人隐私造用 法盲也得有限度吧 浩东 余生姐 我错了 之前是我看错了 视频里不是你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生生啊 那天车里的是我和浩东 我的头发被座椅给卡住了 他帮我扯扯头发 是拍摄角度有问题 那只是个误会 余生姐 我已经道歉了 嘉丽姐也解释清楚了 没必要这样揪着不放吧 你这样追究下去 会牵连到嘉丽姐的 你这是受害者有罪了 余生 你心虚什么 你这样把事情闹大了 你就不怕你那些 不干净的过去被扒出了吗 两败俱伤而已 我劝你 建好就收 我大要听听 我哪些不干净的过去 和谁啊 你和徐总 我和徐总怎么了 睡在一张床上被你看到了 你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不好好以工作为主 男女之事倒是通透 这样 下次我跟别的男人睡觉的时候 叫你过来观摩一下 你 叫你过来观摩 你 抱歉嘉丽姐 这次的事情 不能卖你这个面子 因为这次的展规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抱歉啊 生生 给你添麻烦了 余生 你听我解释 我们并不熟 没必要跟我解释 那天 是嘉丽姐的头发被缠到椅子里了 我只不过顺手帮她带了一下而已 是利纳图白发出去的 嘉丽姐是我爸 反正我俩是清白的 滚开 没必要跟我解释这些 余生 余生 我 剃须刀跟牙刷辣你家里了 我已经生了 那 对我来说很重要 初恋送的 那个剃须刀款式 得五六年前了吧 原来是初恋风 快不得那么宝贝 拿了东西赶紧滚弹 姐姐 我胃疼 秦浩东 你觉得我脾气很好是吗 你脾气不好 但是姐姐你已经两个月 没有联系过我了 滚 莫不 松手 松手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过来了 他是 周定前辈 我叫秦浩东 是生生的男朋友 你谈恋爱了 跟你没关系 不过这么晚了 你来找我干嘛呀 我妈说让你周末回去吃个饭 没空 舍舍 我听说你身办艺术展 遇到点困难 我刚好认识几个圈里的人 可以帮你 行 周末见 慢走不送 影帝周庭 姐姐 你绯闻对象可真多 跟你有关系吗 那个艺术展的身办 对你就这么重要 是不是任何一个人帮你办下来 那你做什么都可以 对 那个个人艺术展 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 任何人帮我办下来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为了资源求上位 我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 如果 我要是可以帮你 办下这个艺术展 你是不是可以答应 跟我在一起 你 你就说行不行 行 任何人都可以 那你就别分悔 你说好就是永远 这个李娜 把清早的打什么视频啊 有事啊 浩东 你昨晚没回宿舍去哪了 还你皮时 浩东你看新闻了吗 联动集团的公主提前回国了 刚下飞机就接受记者采访 提到了余生和许承阳的八卦 人家正宫未婚妻回来了 直接对余生 说他不认识余生 真铁气 还说余生是上不了台面的身份 新闻 你怎么还没走 姐姐 我 你哪儿不舒服吗 胃疼 胃疼 你等会儿 我去给你拿水 关于网上余生的所有负面消息 给我压下了 他却要把营书站了 舆论消息对他有影响 浩东 那些舆论都是联动的人 故意买他热搜 想压下去 你得动用那秦家的人脉 你找电话给我吧 你跟他说这周末我可以回他吃饭 钱浩东你玩真的 这余生在圈子里的名声 找死 你听说没有 徐总的微问机回来 是联动的公主 那余生是不是要凉了 最近网上都是他的负面舆论 他想办一出展 别想了 徐盛阳 联林在网上的一些言论 你给我一个解释 联林回国的事我真的不清楚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他身为富家千金 他清不清楚 随随便便一句莫名须有的罪名 就能毁了我 上午已经在让人压热动了 就因为他是联程的千金 热搜居高不下 我压都压不下去 相信我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你处理好吧 徐总 联林小姐进攻速 许程阳 你好好陪你的未婚妻 我先走了 懂不懂规矩啊 这么没礼貌 还装 装什么装啊 烂货 还装 装什么装啊 烂货 跟余生道歉 徐总 年龄姐才是你的未婚妻 我让你道歉 骂她有错吗 我好像没得罪你吧 你是没得罪我 我只是单纯的看着你很不熟 就是 一个破摄影师 什么家事 敢跟我们年龄姐抢人了 丽娜 现在开始你可以滚出华夏了 华夏不欢迎你 徐总 许程阳 我劝你想清楚 丽娜是我的人 道歉 有我在 你不需要道歉 连灵师 你突然回过玩我 断了一切跟连东的合图 什么时候她敢当众跟余生道歉 什么时候再恢复 徐总阳 别和连东过不去 这一次 你就过不去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 余生 别以为你有几分姿色 就敢跟我抢男人 想要身办艺术展混水 门都没用 你觉得合理吗 连灵突然回国对你敌意这么大 我也觉得为什么这么突然 她的那种敌意 不像是平白无故的 你放心吧 这件事你交给我 姐姐 还没走啊 你 这是什么意思 我 无家可归 求收留 反正我马上是你男朋友了 你这是想纠缠雀巢呀 姐姐 这是我给你买的甜品 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 我就让你 暂住一晚 但是明天 行李都得给我搬走啊 姐姐 那个 艺术馆 没有联系你 给你打电话吗 没有啊 喂 生 艺术馆的张馆长 给我打电话了 说只要娱乐热度下去 就可以通过初审了 好 谢谢 你是怎么做到的 好 只要你遵守承诺 合物在一起 我们事先说好 我们各取所需 绝对不能影响 彼此生活工作 我知道了 谢谢 不客气 我余人为你尽量 喂 生生 你看娱乐新闻了吗 那个连玲有病 他今天又胡说八道 说你跟我演许承阳 他这是想毁了我呀 他和许承阳根本不认识 不可能因为许承阳跟你争风吃醋 他到底想干什么了 这样一来 娱乐压不下去了 我来想办法吧 你弄出手 我跟许承阳短时间内都压不下去 那我找到你的艺术展 你帮我约一下连玲 明天 我跟他吃个饭 你不会是想求他吧 我不同意 没办法 连玲的家世背景 不是我能惹得起 好 就这样 拜拜 你干嘛呀 发微博官宣啊 这好像也是一个办法 能管用吗 不过姐姐 那个连玲 是不是总找你麻烦 连家大小姐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的 连洞见 看来是想破产了 这个连玲 就是再给你下马威 应该也不会再来了 家世背景摆在那儿 有底气 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我也想知道啊 女生 你快按手机 关于你的不定消息 全部被撤了 连热搜 关键词都搜不到了 这许承阳 真想血本了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总算是压下去了 艺术展审 下来到结束之前 你不能再有任何悲欢 嗯 放心 许总 网上的关键词 一下都被撤了 连热搜都找不见 不知道是谁做了 我们都做不到这么干净 去查一下谁做的 余生身边 有别的男人在帮他 余生官宣的男朋友 是咱们华夏新人 是那个秦浩东 秦浩东 难怪能把热搜压下去 有事 我是来道歉的 对不起 我接受了 你可以走了 余生姐 对不起啊 之前都是我误会你了 你比我大这么多 不会跟我计较的吧 老女人 余生姐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想亲自给你 赔礼道歉 这件事情 我爸知道了 他让我亲自来 给你赔礼道歉 拿你爸样了 说什么呢 怎么会呢 他敢来吗 他不敢不来 他的公司 跟华夏签了对赌协议 他可不能没了我爸 一个没家事 没背景的老女人 拿什么不来 余生姐 你可别去 这几个富家小姐坏着呢 根本就是鸿门宴 没事 余生姐 你一点都不老 你比他们都年轻 好了 我真的没事 那你记得 千万千万不要去哦 好 万贺的资本 他俩又来找你麻烦啊 来道歉的呀 啊 许程阳这么大本事 谁知道 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呀 你的个人艺术展 身办下来了 今年的规模和商头 顺利一年来 其他摄影展的舞倍 许程阳 这么烧包啊 这次不是许程阳 是 啊 秦氏集团 秦正辉 他这种级别大了 怎么会主动投资我呀 你管他呢 投钱就行 这些事态 总有些 你听说了吗 那个秦浩东 陪睡富婆求资源 还男女通吃 这也太恶心了吧 有人看到他和秦氏集团高管 进出酒店 我都怕染上病 手骨真有本事 你们也去求资源 而不是在这造谣声势 快走快走 姐姐 你听到他们说你坏话了 不用太放在心上 姐姐 我越来越爱你了 余生姐来了 来 快坐 来 我们一起喝一个 我不喝酒 喝了这杯酒 我们就冰释琴弦 喝一个 喝啊 喝呀 别怂啊 余生 你不会不给面子吧 喝啊 喝一个 喝 莲玲小姐 我女朋友喝酒过敏 明天还有艺术展 你故意给她倒这么高浓度的酒 是不是有些过分 浩东 这是莲洞的千金 许总的未婚妻 你这是 莲玲 我和许承阳没有甚何关系 这酒 还是等艺术展之后再喝 你怎么来了 女助理告诉我的 多醉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得罪的是谁 我管她是谁 你是我女朋友 谁招着你都不行 她可是华夏未来的老板娘 你可真是 哎呀 大不了 我推圈 姐姐养我 松手 你们看余生旁边那个男的 看他的眼神 都快拉丝了 长了张嘴是用来造谣的吗 好动 我 我也是听说的 余生他爸是跳楼自杀的 圈子里面都知道啊 他缺乏父爱 大学的时候 还跟学校教授好上了 我警告你 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半句余生的坏话 我不信 秦正辉 秦氏集团总裁居然会亲自参加余生的艺术展 这个余生到底什么来头啊 艺术展很成功 恭喜 多亏了秦总支持 多谢了 不过秦总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一向对艺术展之类的都不太感兴趣 那你为什么会投资我的艺术展 他没告诉你吗 他 既然他没说 那我就不多嘴了 我去看一看 好 莫名其妙 恭喜姐姐 艺术展很成功 姐姐我今天心情很好 不跟你一般见识 是吗 雨绅 来 双双 你找我有事啊 恭喜啊 连秦正辉都亲自过来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的艺术展感兴趣 未必是好事 雨绅 我和连灵的婚事已经取消了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许成阳你知道我们不可能的 雨绅 我才是最适合你的艺术展感兴趣 天灵的婚红 我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躲呀 她是我女朋友啊 我去 姐姐 你这是去哪儿捡破烂了呀 你还好意思问啊 仓库的门妹大爷给锁了 我是好不容易才爬出来 抱歉啊 把你给忘了 我不管 姐姐必须得补偿我 安慰一下我幼小的心灵 幼小 嗯 你哪里幼小啊 我哪里小 我除了心里幼小 我哪都不 闭嘴 姐姐陪我洗澡 好不好 周婷前辈 有什么事吗 圣圣呢 你找我女朋友有什么事啊 听说她艺术展办得不错 我来给她庆祝一下 不需要 我们正在庆祝 姐姐 她为什么总是纠缠着你不放 我说还是她说 你可以打一打她 出出气 这可是你说的 嗯 打归打 别打脸 她是演员 靠脸吃饭 遵命 没完没了是吧 哥 告诉我老爷 我有男朋友了 他身强体重 不用再给我安排什么相亲 啊 你这男朋友 挺没教养啊 哥 声声没告诉你 我是他表哥吗 不好意思 我叫秦浩东 是生生的男朋友 声声 你妈妈回国了 浩东 你下楼溜达溜达 我跟周婷有话要说 你怎么查的 没查到影帝周婷 就是余生的秦表哥吗 我刚查到 废 少爷 这个余生和周婷 这个表哥的关系并不好 我查到的消息 余生十八岁那年 父亲跳楼自杀 他妈妈改嫁出国 不管他 家里没有一个亲戚 还收留他 余生能有今天 全都是靠他自己走过来的 我查到一些消息 余生父亲并不是自杀 而是被人逼死的 就是 生生 好久不见 有事吗 生生 你也老大不小 快三十的人了 你也该嫁人了 妈妈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你的婚事 我不婚主意 生生 你都已经是大龄圣女了 再过几年 就更不值钱了 这高龄产妇生的小孩 也不聪明 就是 我看您生孩子也挺早 我二哥也不怎么聪明 妈 人家生生有自己的生活 你们就别干涉了 生生 这些年 你在外面也赚了不少钱 可都填到你爸那房子里了 几个亿呀 那可是个无底洞 你再这样下去 会很累的 觉得我累 就给我钱 生生啊 你也是成年人了 妈妈没有义务养你啊 我爸走了那年 你卷着我爸的积蓄 连夜跑步 那些债主找上 都是我拼命赚钱还来的 你还指望我给你养老吗 哎 生生 她是你妈妈 她生了你 你就应该给她养老了 那你们就去告我吧 女生 你在这圈子里面 也是有头有脸的 事业正式上升起 听说你公司 还参加了对赌 现在要是传出 你不养老的误闻 对你影响很大吧 妈 你们让我带生生回来 就是说这些 那没什么说 哎 你们到底想干嘛 我给你妈妈呀 给你找了一个 可以结婚的对象 邵氏集团的总裁 邵强 哎呀 多少人呢 挤破了头都嫁不进去 而且对方承诺了 你尽快嫁过去呢 生下个儿子 就给你妈妈五百万 外加海城中心 一套别墅养老 啊 这个男人这么好的话 那你嫁 那是什么结婚对象 少强 我没听错 他都五十多岁了吧 孩子外面情人无数 你别在这犯傻 你还有别的资源吗 过了这个年龄 演艺圈那就是年轻人的天下 少强愿意投资陈岛的电影 让你当男一 你们太过分了 哎 余生 今天晚上七点 明珠餐厅 如果你不来 明天 我们就到你公司门口闹 这就是家的感觉了 这都是错觉 不是真的 姐姐 亲手吃饭 爸爸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当然了 我会一直陪着我的宝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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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不是骗子 骗子 骗子 领空的云被风吹白 雨生 我现在不是小天了 以后我们来保护你 好不好 陈陈在 尝一尘 坦白 你 姐姐 可以吃饭吗 是我的错觉吗 为什么总觉得 请浩东言说 在哪里见我 我们以前 认识吗 姐姐 你是想起了谁吗 想起了小时候 被声装进我口袋 想起了一只流浪狗 流浪狗 人是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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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不想走 不知道是一路有 姐姐 流浪狗 可是很黏人的 姐姐 亲情 你是属狗的吗 姐姐不是说我像流浪狗吗 秦王东 我们以前 见过吗 姐姐 你真的没有想起我吗 羽生姐 有两个女人在公司闹 说是你妈妈和姨妈 她们继续闹下去 对公司影响不好 我马上回公司 我换个衣服回趟公司 你在这等我 羽生 我们可是约好了的 你这电话也不接 什么意思 要去你们去 羽生 你是不顾你妈妈的死活了是吧 我跟你说 你不养老 要遭报应的 那就让我遭报应 你 姐 算了算了 算什么算 你看她那个样子 还有谁愿意出这么好的条件 娶她 羽生 你这公司 倒是做的挺大啊 这么多年 你有出过一分钱抚养费吗 你妈妈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今天 你必须去见邵总 不然 我们 就赖在这儿 不走了 好 我去 婶婶 快坐 婶婶还是这么漂亮 虽然 看着三十多 但 还是这么年轻啊 您可就不一样了 这看着 都快入土为安了 哎呀 邵总 我们生生啊 她就是幽默 这不是余生吗 这个女人真够贱的 要是秦浩东知道他的女人 背着他出来跟别的男人 约会的话 哎 hey 邵总 你跟我们生生啊 好好培养感情 对 这份婚事没问题的 走 我们先走了 你们好好培养感情 邵总 我们不合适 余生啊 你爸爸当年签了不少外债 你现在跟华夏的许征程签了对赌协议 这要是没人帮你 你的未来会比你爸还惨 那这些也都跟邵总您没关系 余生啊 你可在圈里也是出了名的玩的看 当了表 你可别厉害了 我能帮你 你能帮我 给脸不要脸是吧 干嘛 你觉得你结果还能逃得出去吗 放开我 不可能 你算什么东西你敢碰 你算什么东西你敢碰 这就是被保护的感觉吗 好温暖 姐姐 有我在 谁都不许伤害你 你他妈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 邵总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他不是故意的 余生 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我替他向你道歉 凭什么跟他道歉 秦浩东 你出去 你先出去 余生 今晚你要是不把我陪高兴了 我要陪消失你信不信 邵总 秦浩东 谁欺负你都不欺负你 过来 秦浩东 你是不是傻呀 你一个新人没有家庭背景 你得罪他干嘛呀 好了 赵叔叔 赵叔叔 你 您这是怎么了呀 您 和余生到底什么关系 没事 这小借人答应了五百万架 还在装精神 五百万 余生姐这么不值钱呢 秦浩东 我们走 这是在弄什么 秦总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两个不知所谓的年轻人 我正教训他们 我儿子 怎么个不长焰 现在的年轻人 不知道天高地厚 招人了我 我让他们全家 在海上消失 秦叔叔 今天余生来呢 是跟邵总相亲的 余生 你敢走试试 让那小子给我等着 要不是秦正辉 插一脚 今天烧枪 这个我八蛋的机遇 你刚刚有没有听见 秦正辉 在说什么呀 没听见 可能是在骂我 嗯 是吗 姐姐 你背着我是过来相亲的 你真是疯了 什么人都敢招手 我不管 我赌上我的前程 我都要保护你 邵总是要让他全家消失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邵总 这得罪您的可是余生 这跟浩东是没有关系的 浩东是被骗的 浩东呢 可是秦叔叔的长子 是秦氏集团唯一的继承员 什么 刚动手的 是我儿子 秦总 秦总 这真是个误会 一个误会 秦叔叔 这一切都是余生 浩东就是被骗了呀 对 对对对 就是个余生 那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来跟我相亲 开口跟我摇一千万 是啊 秦总 你不知道 这个余生 在我们圈子里 余生有多差 我们连龄姐 跟许承阳取消婚约 就是他害的 秦叔叔 你还是要好好管管好动的 免得他被人骗了 他勾引许承阳 让许承阳包养他 我听说 从大学时候就开始了 有证据吗 没证据的事 还是不要道听图书的 我那个儿子 虽然是个混账东西 但还没有蠢到被女人骗的程度 秦浩东 别给我得寸进尺啊 你疯了呀 姐姐宁愿跟别人相亲 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 你懂什么呀 我已经到了被催婚的年纪 你还是个新人 想结婚吗 姐姐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娶你 娶我 你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呢 怎么娶我呀 少强那样的男人就养得起你是吧 嗯 少强就算再不是个东西 也是个上市集团总裁 你知道我爸去世后 给我欠了多少债呢 两个云 现在我还欠银行两个云 两个云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知道怕了 就离我远 我还要欠边的云 你还要注意到 我还要注意到 我还要注意到 啊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莲大小姐 如果我说和秦昊东有关系的 你该不会还在装作 不知道秦昊东的身份吧 演戏也要有个度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和许承阳根本不认识 我也不会因为许承阳 看你不睡 我喜欢的人是秦昊东 明天几点 明晚八点 我在夜色会所等 咱们的余大摄影师来了呀 来来来 快喝一个 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有什么话直接说 好 你知不知道秦昊东是什么神 刚入圈的新人 新人 我喜欢秦昊东 我跟秦昊东高中毕业之后 就一起去了M国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我们一起在M国玩的 特别好的朋友 姐姐可能还不知道呢吧 这秦昊东故意接近你 其实就是我们当年 开玩笑 随便打了个赌而已 这女人真够蠢啊 秦昊东可是秦正辉的长子 秦是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玩玩她而已 因为我喜欢摄影嘛 当年我们看到你的作品 就随口说了一句 性冷淡吗 是啊 我们看着你的摄影作品 就打赌说 你性冷淡 不好追 套东顾某玩大冒险书了 我们让他 三个月内睡了你 嘴巴不干净就洗一洗 这么没家教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余生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 比如睡烂的货色 我好好说话的时候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好好拍接着拍 记得看美人 余生 像你这种 没有家事 没有背景 私生活混乱 不检点的女人 你觉得秦家 这样的家族 会融在你 就算不用我出手 秦政会也肯定不让你在海城游行 你知不知道我和秦昊东的关系 我是他的前女 我们在一起 吃起来的 来Love宅 吃起来 嗯 好好拍接着吧 记得看美人 您好 您播下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余生 姐姐 开门啊姐姐 姐姐 她居然是秦正辉的儿子 秦浩东的身份不是我能招惹得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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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妙阿弹索一算 哦哦哦 再见 亲手吃饭 怎么还没想过 我会对一个跟我想要几年生东西 似乎满车 Don't let me cry 喂 是余生吗 这里是金河路派出所 你的男朋友秦浩东在酒吧和对方户殴 你过来领一下 好我知道了 好 姐姐 你不要我了 你不是秦正辉的儿子 秦氏集团的接班人吗 还需要我来接你 姐姐 我可以解释 解释什么呀 解释你和你的富二代兄弟们 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 还是解释你打赌几个月的事 秦浩东 我今天过来 就是要给你做个了断 姐姐 我没有 我真的可以解释 我只不 如果因为什么 你是秦正辉的儿子 都得离我远一点 从今天开始 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 姐姐 这么长的时间 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不信 你好像真的没有搞清楚状况 我们之间 各缺所欲 我 已经无法自拔 我明明你的儿子 对 我就是这么无情 这是你逼我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说 姐姐当初创业的时候 跟华夏的徐征程签下了对赌协议 现在也快到了对赌协议结束的时间了 我不想要你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 才传出一点绯闻 你威胁我 你威胁我 秦浩东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只要你 我要你跟我谈恋爱 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看你是疯了 是 姐姐如果不把我带回家 我就把你跟我之间的关系 把我弄出去 姐姐 真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解释 你跟连玲什么关系 前女友 真是太可笑 我一直认为 连玲这样整我是因为许诚阳 没想到 是因为你啊 秦浩东 你这耍我很有意思 我跟连玲没有任何的关系 她在法国玩得很疯 我只不过是救了她一次 她家里人让我照顾着点 她就一直死皮赖脸的缠着我 到处说我是她的男朋友 所以才能够拒绝她疯狂的追求者 姐姐 不是那样子的姐姐 放手 你说她死皮赖脸纠缠 那你现在这跟她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她那叫一厢情愿 我这是以身相许啊 滚 姐姐 真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子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秦浩东 你这块骗一骗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还行 我不吃你这一道 我不管 要是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不同意的话 等风吹过 我就把我们的事情放过我出去 秦浩东 秦浩东 你不觉得你很卑鄙 放开我 秦浩东 你为什么要来招手 你们这些富二代卑劣的游戏 他要衣服吗 我现在只想让你滚出这个家 姐姐 真要这么绝境吗 滚 我走 你先冷静一下 我那天再过来找你 我那天再过来找你 可就都归我了 我签 余生 你不能签 你明知道你爸当年就是跟他签了对赌协议 最后无法完成才走投无路的 冲去 会议 也必须要赢 余生 和我抢男人 你还不够合 别太幼稚 你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和华夏的对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我把这张照片发到网上去 你觉得 我和秦浩东对爱本来就是情侣关系 大不了就是我们曾经谈过 你觉得我肯在意 秦浩东如果只是个普通人的话 可能没什么 但是这张照片发到网上 影响了可不止是你 而是整个秦世纪 秦浩东可是秦世纪团唯一的继承 你觉得秦正辉的实力 在汇风里面 你想怎么样 现在知道怕了 今天晚上八点 我们在夜色酒吧等你 你要是赶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照片发出去 你还真敢来啊 竟然来了 喝一杯吧 就当我给你道歉了 和我喝酒 你配吗 你 喝一杯 抱歉 我不跟上老年纪的老男人喝酒 你说谁年纪大啊 有意思 美女 你喜欢健身 我也喜欢 你这腰可珍惜啊 美女 怎么喝一杯 喝一杯吧 我不喝酒 想喝酒啊 东哥 东哥 你怎么才来 来 我陪你吧 养鱼啊 来 喝 喝 东哥 这就是招惹东哥女人的下场 赶紧赔罪 赔罪是吧 来 把这瓶酒喝了 我就放了 把这瓶干了 我就放了 秦浩东你什么意思 我朋友又没碰他 是他自己穿着这个样子招风雨 你不是很讨厌这种地方吗 干嘛突然这样 你有意见吗 你们他妈到底能不能喝 不敢喝是吧 你不是很会灌酒吗 要么你喝 要么他们喝 年龄姐 你们年轻人好好玩 姐姐老了 待会儿去养生了 姐姐别走啊 好戏咱刚开始 好多 我不喝 怎么 这就是有毒啊 那你为什么让云生喝 我听说有人在我女朋友面前胡说八道 说是我前女朋友 还说我是因为赌输了 玩游戏才跟我在一起 嫂子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你们还真是蛇鼠一窝呀 够了 放手 放手 让他们喝 没进医院之前不许听 秦浩东你不要太过分 你应该知道 余生曾经是因为未出血进的医院 你今天逼他喝酒 进医院的任务已虚实 秦浩东 我舍不起你 所以 你能不能别来招惹我了 余生 我是不可能放手的 你是我的 哪怕你恨我 我快三十岁了 你这样招惹我好玩吗 你一个靠家里 就能达到顶峰的大少爷 你赢了 我输了 我舍不弃也玩不起 余生 我八岁就被扔在了外婆家 十八岁被扔在了外婆 我从来就没靠过她一点 我也从来没想过要骗你 我只不过是不想承认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 我不想靠着秦政 够了 别再说了 我们断了吧 断了 不可能 你要把事情闹大什么 事情闹大了影响最大的就是情事集团 我们两败俱伤 好 那我们换一个条件 我知道你一直努力挣钱 是为了解冻在银行楼上 盘败的那套楼债 你调查我 余生 以你现在的年收入不迟不合 要解冻那套房产 需要二十年 还是三十年 我已经把那套房子拍下来了 他就在我屋下 你疯了你 你怎么样 你别碰我 姐姐 陪我三个月 陪我三个月恋爱 如果你还是不想跟我在一起 还是不喜欢我 我立马就离开 房子 我会转到你名下 无非是害怕遗忘 只会你和我的光临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真热吃 你胃不好 骗子 都是骗子 喂你好 余生小姐 我是秦升会 秦昊东的父亲 秦总 您找我有什么事 小五四点 我们在小江南见一面 我有事要和你谈 关于我儿子 秦总 我和秦昊东 其实 好 就这样 我这边有些忙 小五姐 哎 招惹了个祖宗 得罪了秦政辉 真的要完蛋了 等久了 秦总 应该的 我记得 你今年二十八 碟浩东 大了六岁 是 看这架势 是要给我一笔钱 让我远离他儿子 我待会儿要还是不要 要钱有点刻意 万一被秦政辉抓到把柄 不如顺水推出 给新时代要点资源 秦时大六岁 也不是什么事 秦总 我把浩东 只当弟弟看 我们之间 不会有过多纠缠 你应该清楚 您儿子 我和浩东妈妈 相差了五岁 他比我大一些 处处让着我 可惜走得早 他这是在试探 秦总 您放心 我也有自知之明 绝对不会跃进 也不会有胜负的失险 您部署 直接进入主题吧 浩东现在还小 不定性 作为父亲 我不确定 他对你这份新鲜感 能持续多久 但为了你 卖房卖车 把他妈妈 留给他的那些遗产 都卖掉 你是唯一 你说什么 秦总都 把他们的秦的遗产 全都卖掉了 我八岁被扔在了 五岸国家 十八岁被扔在了 我从来就没靠过他议题 我也从来没想过要骗你 我只不过是不想承认 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我已经把那条房子拍下来 现在 他就想回家 一点起意 可不是小数目 抱歉秦总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把那笔钱尽快还给 秦浩东 向房子买过来的 你别紧张 他妈妈留给他的 那就属于他 想怎么处理 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今天来找你 不是催债的 你有话可以直说 这孩子和我有些隔阂 玩物丧志 跑去做什么模特 他现在对你在镜头上 于小姐 如果肯帮我劝他回公司 当然 你知道 他是我儿子 秦氏集团 唯一的继承人 可秦总 我不觉得他玩物丧志 他是爱玩 但他也有失业心 模特虽然是青春饭 那也是一份工作 也很苦 那工作起来也是连轴转 很累的 还要拍照走秀 也是体力 浩东和我这个爸爸不亲 我管不了他 难得孩子跟我张口 提了几次要求 都是为你 现在看来 你值得他开口 秦总宁是说 他为了我 求过你 你艺术展申请 是有问题的 有人给你使绊子 如果正常走的话 还是到现在 你也拿不下神情 原来 是秦浩东帮 余生啊 我要是你 就趁着浩东 有这股新鲜劲 好好把握 一旦错过了 那可就不一定 抱歉秦总 我是不婚主义 如果秦总需要联姻的话 莲家是不错的选择 并且我听说 莲林和许承阳 已经解除婚约了 连家那个小丫头 我不看好 交纵任性 不够沉稳 昨天 他爸爸还在跟我提 商业联姻的事情 给我拒绝了 我们秦家 现在还不需要商业联姻 我儿子的婚姻 必须自由 这爸红宇 终于知道秦浩东随谁 余生啊 我和浩东的妈妈 也是县城家 厚利业 以前 我也贪玩 结婚以后 有了浩东 心思呀 也就慢慢沉下来了 这老狐狸什么意思 钓鱼吃法 还是故意试的 秦总 你有什么要求 要不你就直说吧 余生啊 不要说 不婚主义这种傻话 浩东今年22岁 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挥霍 可你已经28岁了 还能有几天陪他折腾啊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陪他玩仗几年 新鲜感过了 还能合到什么 不如 你趁现在 嫁给他 给秦家 生下一男半女 你也知道 这个身份 可以给你带来 多少利益 我想 你算得清楚 我和秦浩东 还只是牵牵手的结论 秦中辉这是要逼婚了吗 秦总 您怕是误会了 秦总 您怕是误会了 你听我说完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 嫁入秦家 意味着什么 秦总 请问 您为什么选择我呀 因为 你够理智 聪明 知道什么该要 什么不该要 秦总 我现在和秦浩东 还没有上升到婚姻 并且 我完全接受不了 被婚姻束缚 我崇尚自由 还有 浩凯我跟秦浩东的关系不说 我希望 我跟他 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伙人 互利共赢 要是别的 早就尚改了 嫁入秦家了 这个余生 逼之不及 一听见结婚 就吓成这样 难道是浩东 那方面不太行 那是我唐突了 你的公司 和华夏 签了对赌 怎么样 有信心完成吗 如果没有人 使绊子的话 信心十足 秦氏不会使绊子 华夏 可就不一定了 徐征程那个人 不太正道 你要小心了 多谢秦总 姐姐 你来了 来 坐下来陪我聊聊 这酒精度数很高的 这不是果酒吗 你没看酒精含量吗 45度高度 不能再喝了 你先坐下来 你爸今天来找我了 姐姐 你别听他说 他没有权利管我的感情 秦浩东 你对我的新鲜感 又能维持多久呢 我们谈恋爱吧 我们谈恋爱吧 姐姐 你说真的 我答应你 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我努力把房子的钱给你 之后我们就一刀两断 谁不救人生 拜拜 你就巴不得跟我撇清关系是吧 你果然是没有心 你果然是没有心的 秦浩东 我们都是成年人 你对我的意识感兴趣 我能理解 过了这段时间 你就能想明白了 水 来 陪姐姐喝点 干杯 这酒劲很大的 你再喝一会儿是真的醉了 不可能 红疤的 天 这件 过不去 别招惹我 小心 姐姐 姐姐 这可是你招惹我的 玩玩而已 我又 吃不回 我说你这个余生小朋友 你这喝多了跟清醒 简直反差太大 那手是怎么回事 你刷完牙呢 洗洗洗洗 好了好了好了 我给你出头发啊 吹吹吹头发 啊 啊 啊 怎么呀 我说余生 这辈子都别想丢下我 叫我 我属于你的注定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不要命 不要清醒 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 嗯 黄八蛋 是吧 啊 啊 你给我的命 下一辈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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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姐姐你醒了 你是不是忘了 昨天晚上你喝醉了酒 跟我表白说要永远地跟我在一起 你说 你一定要缠着我 你给我闭嘴 我帮你洗澡 姐姐 你得对我负责 欺负我 你那个 昨天晚上 只是个意外 意外 我不管 你得对我负责 秦浩东 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输了三个月就是三个月 多一天都不行 我 好吧 看我 笑一个 哎 好 正面再来一张 余生 你是不是去找秦叔叔 又去报我的状了 还让秦叔叔去找我爸 把我关在家里这么多天 行中辉是这种管闲事的人 我跟你说话呢 你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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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姐 余生 林林 你太过分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奶奶 快帮我看一下相机 有没有事 余生姐你胳膊都受伤了 别管相机了 我没事她比我贵重 快 接去音乐 没什么大碍 不用太过紧张 谢谢医生 林林这次太古了 联动集团前段时间抢了新时代的一个合作 我猜 跟联林有关系 新时代和联动的对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不能出差错 联动那边我去谈 对了 你帮我对外说我摔得很严重 嗯 然后帮我准备一个房间 我要在医院躺一会儿 还有 把联林推我的视频发出去 你要和联动打舆论战 起码能让联家安分一段时间 陈生 这些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努力 不累吗 我可不像联林 背后有一整个廉家在给他撑腰 我背后没有人 所以 我只能一个人扛 我和联林的婚事已经取消了 什么 陈生 过了生日我就三十岁了 恭喜你啊 多奔三了 双双 和我试试吧 我们在一起 往后余生我来守护你 徐承阳 别闹 余生 你这么聪明不会猜不到我喜欢你 有些窗户纸啊 捧破了就不好了 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 徐承阳 我们是朋友的关系 可永远都不能变哦 还有 我背后 有人了 秦浩 你怎么知道 琳娜偷拍了你和秦浩东的照片 想要发出去 我替你拦下了 徐生 秦浩东这个年龄的男孩玩玩就行了 想长久是不可能的呀 秦浩东这个年龄的男孩玩玩就行了 想长久是不可能的呀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也没想那么多 他有什么事我不能给你的吗 小狼狗动不动就喜欢咬人 还挺有意思 是他曾经有过最圆满的穿 他是他一个无间的杀 姐姐 我没事 我装呢 这次连龄做的太过分了 联动集团动了我公司的一个项目 不过连龄当时送来了借口 我还挺感激他的 你自己一个人面对那些缠狼红包 是不是很美 还好 我如果 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家世 我也可以选择像你这样肆无忌惮的人生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感 男色的思念 突然间变成了样 哎哟 收鱼回来了 先生 收鱼回来了 还知道回来啊 我答应你 回公司帮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 断了跟联动集团的一切完了 还有 让联向斌和连龄 到医院给余生联系 你对余生是认真的 你还年轻 做事不应该这么重 如果不是准备共度余生的人 没必要算公司的利益 我只要 如果不是余生 你就指望着你的小儿子给你传宗接待吗 行 我知道了 喂 余生啊 听说没 年龄推你这事上热搜了 许承阳和联动杠上了 最关键的是 秦氏集团居然公开声明 要和联动断掉一切合作 秦氏集团 秦正辉出手 最近秦正辉偏谈你的意思很明确啊 是不是秦正辉看上你了 打住啊 你想多了 没道理啊 行 先挂了 小 练 练总 你怎么亲自过来呢 她是你的妹妹 再说她不是故意的 你看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提出来 您自己的女儿教育不好 这去了社会上 也容易吃亏 前段时间 联动集团抢了新时代的一个项目 这对联动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新时代来说 可是很重要的事 这个项目已经敲定了 那可就不好办了 这许程阳可伤我报警了 证据确凿 恐怕莲小姐 要因为故意伤害罪 进到里面待几地 少在这儿吓唬我 怎么 出国几年了 自己国家的法律都忘了 莲总你公司没有法律顾问吗 赶紧给他普及普及 玉生啊 做人呢 要给自己留后路 毕竟 你以后要在这个圈子里混吧 莲总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你说的项目 我会让项目部的人 跟新时代对接 那就多谢莲总了 爸 你除了会在秦叔叔面前说我坏话 你还会干什么呀 你肯定说了我的坏话 你的坏话还用我说吗 你少在这儿笑着 你的背后空无一人 我的背后可是有连结 秦浩东总有一天会不要你 但是我爸 永远都不会不要我 是吗 曾经我也像你一样听着 以为爸爸 永远不会咆哮我 续承阳跟你表白了 你在我身上安窃听器了 他过来找我 让我离你远一点 那你要听话 没有远一点 凭什么 你们精梅竹马 还是说 你住在一起我 秦浩东 我跟你只不过是谈三个月恋爱 玩玩而已 你查我祖宗十八代呀 余生 如果我不只是想跟你谈三个月的恋爱 我要是想跟你结婚 恋爱游戏 就算了 结婚你想多 脚好多 你刚回来你脏死了 赶紧洗澡去 让你记我 气氧还挺大 这么快就洗完澡了 能不能好好洗个澡 冲一下就完事了 我很干净 你干净 秦浩东 别告诉我你对这种事情 天赋异禀 姐姐这是在垮我 你少给我再整皮 姐姐 我吃了 医生 你那天是怎么得罪了邵总啊 邵总说他可不敢娶你 还说要血藏你哥 那邵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是你们非要招惹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余生 你是冷血啊 哎呀你真的是跟你爸爸一样的冷血 他是你哥 你不能不管他的 生生生啊 你不能不管你哥 那请问 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想让你嫁人呢 你看你都这么大了 妈妈不放心 余生啊 这邵总啊 是肯定不会要你了 不过呀 今晚我又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 人家可是个海归的博士 家庭条件很不错呀 虽说吧 你不是瘦了 可是 他们家有关系 能帮到你哥 今晚 你一定要回来相亲 那我要是不去了 你要是不来 我就把你那些事 还有你爸那些事 捅到我上去 生生啊 你不要怪我和你姨妈 我们都是为你好啊 你看你不结婚不生孩子 等过几年啊 就没人要你了 你当初把我爸逼上绝路 毅然决然抛弃我的时候 也是为了我好 你可真虚无 逼死你爸的是那些资本家 不是我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你在他最困难和无助的时候 抛弃了他 就是在要了他的命 你 你胡说 哎呀 别跟他说那么多了 他都没结过婚 懂什么呀 等你以后结了婚 就明白了 对 今天晚上七点 我们在家等你 必须来 余生姐余生姐 出事了 有人报道你私生活不检点 看来连连还不死心 余生 新时代生死从亡之际 看来有太多人不想让你 是我大意了 这件事情怎么出力 谁发出去 滑下的一个新人模特 叫赵凯 就是喜欢丽娜的那个 走 去滑下 你又打架了 姐姐 我想你了 林兽 你可以呀你 你能不能成熟稳重一点 这模特只是青春饭 你迟早要回去继承家业的 天天在这打架树敌 姐姐 赵凯 赵凯故意发出那样的照片 就是想诋毁你的名声 他已经删掉了 并且道歉了 姐姐 我帮了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得夸我 以后 不准再这么冲动了 姐姐 我也只是对你冲动 姐姐 我帮你解决了这个困难 你是不是得夸我 或者是 啊 我看你还是不顾腾 今晚 陪我回趟家 会 剑家长 赶紧走 我妈和你妈 又给你张罗相亲了 我有男朋友了 我劝你啊 还是带着你的小男朋友 赶紧走 余生回来了 快进来 人家都等着急了 余生 快来 余生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男朋友 秦浩东 你别给我整这一出 就这小屁孩 累得上你 我觉得 她和我挺配的 李阿姨 您这不是耍我们吗 师姐说的合作 全部作废 别走 别走呀 慢走不送哦 坐 余生 有你后悔的时候 人家是海归 家里有企业 你这小男朋友 有什么呀 我家有钱 真假 家里面是搞 纺织 进出口 贸易的 你们家干什么的 我叫秦浩东 是秦氏集团的 未来继承人 是余生的男朋友 未来的成父 小子 还挺会演戏 余生让他来演戏 你说你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啊 你撒谎都不会撒 秦正辉的儿子 今年才五岁 那小东西 是我爸在外面的女人的私生子 没有继承公司的权利 行了 反正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们就不要再给我张罗相亲了 走 哎呀 这小伙子嘛 长得还是挺俊俏的 家里面饭菜已经做好了 赶紧吃饭 吃饭就不吃了 我们还有事呢 先走了 余生 既然他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 那给你哥哥要个资源 不是问题吧 妈 你干什么呀 我可以帮你 是看在余生的面子上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我听说阿姨离开海城的时候 把余生父亲的所有积蓄都带走了 只有把债务留给了余生 她是女儿 理应承担父亲的债务 她妈妈可没有义务承担责任 那么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出现在余生面前 也不要再招惹到她 否则 我让周婷在娱乐圈永远消失 我 为什么借口和受伤的总是我 我们回家 这 怎么能这样啊 小样 你会演戏的 那可不嘛 我可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是 余生姐 那个 莲林又来了 她有病啊 给莲香斌打电话 不过 她说 她不是来吵架的 她要跟你说说秦浩东的事情 不见 好 余生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的死和秦正会有关系 让她进来吧 嗯 你肯见我了 你以为秦浩东真的喜欢你啊 他就是在报复你 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就说嘛 怎么看着你这么眼说 总算被我想起来了 五年前 你是不是在衡阳高中实习过 当过老师啊 秦浩东也是衡阳高中的学生 五年前 他上高三 被你诬陷欺负女学生之后 他参与了打架 受到了学校的处理 后来被他爸扔到了国外 哎 同学 干嘛 你欺负你同学 你家教呢 你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我没欺负她 明天把你家长叫过来 我说了我没有欺负她 她喜欢我 我不喜欢她 就是欺负她 你不喜欢她 也不能说话那么难听吧 你知不知道 那个女同学 差点跳楼自杀 关我屁事啊 我 你还不知道呢吧 她参与打架 被学校寄过 被秦正辉 扔到国外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秦浩东的事情 我不关心 你说我爸 是秦正辉害死的 是什么意思啊 我爸告诉我 你爸于凯当年的启动项目 非常的诚募 秦正辉看上了这个项目 想要收购他 但是你爸不同意啊 后来你爸对赌失败 跳楼自杀 秦氏集团就买下了这个项目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到底是谁 逼死你吧 所以 你 和秦浩东 绝对不可能 我们之间可不可能 跟你没关系 你就管好你自己吧 浩东 我帮你查到一件事 说 你不是一直在调查 余生爸爸 于凯的死因吗 你看这个 于凯的项目 最终被你爸收购 之前啊 你爸多次收购 于凯不同意 现在外界都在说 是你爸害死了于凯 不可能 秦正辉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唉 商界的竞争 本来就是残酷的 你爸可能没想要于凯的命 但他呀 也受不了打击 我说了不可能 继续查 唉 不是 你对那个余生这么伤心啊 你别忘了高中的时候 你因为他打架 差点没被你爸打死 不是 你懂什么呀你 我 还没拿下 他就没有信 根本就不相信我 唉 我有个主意 凤子成婚 你让他怀上你的孩子 你俩结婚不就行了 你要让他知道 他 他会杀了我的 啥你都敢说 今晚早点回家 我们聊聊 姐姐 我今晚有事 回不去了 站住 你又跟人打架 我可是听你班主任说了 你学习成绩很好 怎么 喜欢当古惑仔啊 要你管 跟我去医务室 我不去 小逼豪你站住 别跑 原来是他呀 我说怎么那么严肃 回来报复 秦浩东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是那么幼稚 小朋友 你找谁呀 我找哥哥 哥哥 你哥哥是谁呀 我哥哥叫秦浩东 你是 秦正辉的儿子 那你是怎么找到 这儿来的 我哥哥说 他住在这儿 我记住了 你胆子是真大 我给你哥打电话 嫂嫂 哥哥不喜欢我 你不要赶我走 好不好 以前怎么没觉得 小孩可爱呢 这小家伙也太软猛了吧 好 小宝 你瞎跑什么呢 还能跑到这儿来 嫂嫂不要赶我走 你小子挺会来事的 我喜欢嫂嫂 我长大要娶她 来 你给我起来 嫂嫂嫂嫂嫂叫得挺新的 她是我吗 你先送她回去吧 回来我们聊聊 我爸出国了 他都跑过来的 我不要回家 我叫哥哥跟小子在一起 好了好了 不哭不哭 小宝 那你在这儿睡觉 时间不早了 好不好 咱不回家 去吧 好 乖 其实我不喜欢这个小东西 她是我爸跟别的女人 在外面生的 对我来说呢 就像是背叛我妈的铁证 在我面前晃她 晃她 但是 我看她挺喜欢你的呀 小屁孩懂什么喜欢啊 是啊 小屁孩懂什么呀 秦浩东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衡阳高中 姐姐 你想起我了 高中的时候 我误会你 欺负你同学 然后当众罚战 让你把家长叫过来 所以你记恨我 现在回来报复我 是不是 我说你这脑袋瓜子 想什么呢 一天天的 我为什么要回来报仇呢 师妹连玲 她说 连玲连玲 每句话都是连玲 别人说的话你都相信 我说的呢 你一句都不相信 姐姐 我很久之前就说我喜欢你 我给你忘了 有男朋友吗 你给我严肃点 你家长呢 我妈死了 那 你爸呢 我爸也死了 以后不准再打架了 你就不问我 为什么才打架吗 我不想知道为什么 反正打架就是不对的 我发现你这人挺没心的 我喜欢你 小屁孩毛都没长全的吧 等你毛长全了 再来招惹我 我说过 我喜欢你 我不会拿这种话来撒谎 你喜欢我什么呀 高中那会儿 所有人都认为 我欺负了那个女生 让她跳动 所有的老师 也都来责备我 虽然你也误会我 可是你是第一个 站住的 替我说公道话 原来这么多年 你还是这么幼稚啊 我 我喜欢成熟稳重的 不喜欢你这么幼稚的 我 成熟稳重 你才说许诚阳 对 新浩东 我看三个月的约定 也该结束 你却迷回答你 雨晨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喜欢我呢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喜欢我呢 最后一次 明天 我们的关系就结束 我说过我爸的死意 真的和你爸爸有关系 你的角度 我们没有说过 长度如短度 又被你大姐姐甩了 闭嘴 查到什么没有 看你那态度 她是真的想彻底跟我撇清关系了 她哪来这么多钱 跟许诚阳借的 金浩东 我帮你查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余生的爸爸余凯和华夏集团的董事长 许征成 也就是许诚阳的爸爸 签了对赌协议 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你爸收购于凯的项目上 却忽视了最终受益人是谁 我查过 当年我爸用高于市场价 近百亿的价格收购了于凯这个项目 如有这笔钱 到了于凯手上 余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下场 对 于凯对赌失败 项目归许登城 受益人也是许登城 而于凯一无所谓 走投无路 被迫自杀 你是说 你怀疑 于凯的对赌协议问题 你爸有没有参与 是不是共犯 很难平凡 毕竟 于凯的项目已经给秦氏集团 带来了几十倍的利润 如果我是你 我直接去问秦正辉 他是你爸 他会告诉你的 听说小宝也去你那打扰你了 小宝很可爱 不打扰 难得他们两个兄弟都喜欢你 秦总 我约你来和秦浩都没关系 我大概已经猜到了 当年我爸的项目 你是最终受益人 他是被人逼死的 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我只能说 我用的是正当的商业手段 我明白了 真相是什么 我会查清楚 小宝 你怎么来了 小宝 我和哥哥 被爸爸赶出家门了 无家可归 你能不能收留我们 我们好可怜啊 你可以啊 现在连小孩子都要利用 姐姐 你要不管我们 我们就真的无家可归了 小宝 你进来 你就在外面待着吧 姐姐 小宝 其实哥哥可喜欢你了 我在他的屋子里 还看到了你的照片呢 不准替他说话 那 嫂子 你喜欢我哥哥吗 姐小宝 你要是想在我这里睡觉呢 你就乖乖的睡觉 不然 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全都赶出去 姐姐 我发烧了 姐姐 我发烧了 进来吧 下不为例啊 姐姐 你还我的钱 从哪来的 跟你没关系 你是不是跟许程阳借钱了 与你无关 姐姐 你跟我之前 一定要分得这么明白吗 对 我给你钱 你去还给她 之后你们不要 在我审核的酒客 好不好 秦浩东 我们分手了 我没同意 你在这跟我耍无赖呢 对 我这辈子就赖上你了 秦浩东 你放我下来 双双 你让我帮你查的事情 我查到了 当年 于凯叔叔的对赌协议 确实有问题 项目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但有人 从中作口 谁 秦浩辉 不可能 秦浩辉做事光明磊落 做事她的话 她不可能不承认 你就这么相信秦浩辉 是因为秦浩东吧 不是 于生 你不会是 爱上秦浩东了吧 当年 和你爸签对赌协议的 还有华夏的许征成 许承扬的父亲 或许 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当年问过了 他说没想到爸爸这么脆弱 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 盛盛 我以为 这些年你放下了 但是当年的事情 确实有问题 我想查一查许征成 但是又怕许承扬 回难 不用怕我为难 不管是谁犯了错 都要接受惩罚 如果你相信我 我帮你查 谢谢啊 徐总 最近 少爷正在查 关于十年前 于凯那个项目的出账明信 什么 这个逆子 查这个做什么 是不是于生 让他这么查的 他们是不是有所怀疑了 既然如此 那这个于生 就留不得了 我还记得于生和您签了对赌协议 您准备怎么做呀 把他最近接下的项目搞砸 让他在规定时间内 完不成纸标 到时候 新时代就是华夏的 他也会和他爸一样 输在我手里 万一少爷帮他怎么办 他 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那万一少爷查到什么 他是许家人 我是他爸 他还能把他老子 给送进监狱不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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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我自己都忘记了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姐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下给我吧 我是认真的 我不喜欢小皮孩 嫂嫂 你就答应哥哥吧 我也不喜欢钻戒 这个戒指 是我这段时间 打工的所有积蓄买的 是我的全部行业 三年两岁 约续二天 我说过了我不喜欢幼稚的人 因为你不够成熟 让我没有安全感 并且我现在头很疼 公司很多事情都压在我身上 咱们都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永远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说过对赌书 我不仅仅一无所有 还会背负巨额债 谁都不应该被我牵连 我信了 你才能够让他爱上我 哥哥别欺怒 小宝 我欲言过千次百次的重逢 你却始终站在梦里那重逢 太难回头只能一直走不停 曾经两个人流失 曾经两个人流失 人海之中 不甘心 明明还在等 剧片又假装 早就不懂 明明奢望着 你也在此心动 越美好期待 也容易走空 承认我不配 分到个轻松 有些爱与独 只有自己才懂 月光红流中 这份爱多飘香 你放手就像三条 我一想洒脱一笑 说一声那么长 爱与你都不重要 也许爱会遇到你 你敢随喜喜 雷安你好 雷安你好 零零姐 出事了 我们一直在谈的那个大项目 对方突然反悔了 现在马上都要到对赌时间了 对方反悔 我们就玩不成对赌的指标了 什么情况 不是很清楚 肯定是有人从中作稿 联系项目方 我现在就过去 你好,找你们项目部负责人,刘安康。 你好,抱歉,您没有预约,不能进去。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他。 刘安康,你什么意思啊? 这个项目去年就已经落实,一切都暂不就班,你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 余生,你也别来为难我,我只是一个小的项目负责人,这都是上面的意思。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刘安康,我们认识这么久,死也要让我死得明白。 你千万别说什么我说的,我头听到领导打电话,是跟许征程打的。 许征程? 你如果不帮你,你如果拿不到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你的对赌必是无益。 这里面,最大的受益人,是许征程。 你爸以前,是怎么输的? 你以为跟许征程没有关系吗? 领导,等会儿要在这里接待骑士集团的人。 你在这儿等等,看看还有没有一线的希望。 喂? 许征,我在十年前的那份项目计划和收购明细中发现了问题。 于凯叔叔的事情,可能真的和我爸有关系。 他十年前浓用了那笔项目收购款,计算了。 是他? 我和惠安的项目,是他从中作梗。 对赌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合作,那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圣圣,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惠安的人。 没用的,你是许征程的儿子,他们不会卖你这个面子。 许征,对不起,我,我,我爸曾经,最信任许征程。 我会找到证据,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程总,程总你好,我是新时代的负责人,于生。 这我们之前说好的项目,为什么突然就,你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就不怕业界人士谩骂吗? 于生,你太嫩了,丁不厌诈,这就是商场。 小秦总。 小秦总,这就是惠安的领导,程总。 他回公司了。 哎呀,小秦总,年轻有为啊。 今天来呢,我是通知你,秦氏集团跟惠安,会断绝一切生意上的来往。 小秦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双方已经合作了那么久,我们准备…… 我女朋友为了跟惠安合作,提前准备了一女。 惠安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我很支持。 这是你女朋友? 既然惠安不想合作,那么从今天开始,新时代全面跟秦氏集团合作,由我来负责对见。 你……回公司了? 从知道你身后需要有人撑腰,从知道你需要被保护。 从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担打独斗的时候,我就答应秦氏集团回去了。 所以,我是不会让你输的。 所以你要用小秦总的身份,帮我开个特例。 难道,你想拒绝我? 我为什么要拒绝啊,我又没有那么轻高。 嗯,那回家。 语生,语生,你看,这就是误会。 合作,我们还照旧。 语生,小心走,犯不着,咱们犯不着。 你……确定? 确定,确定。 那现在立刻马上跟新时代签约。 签约,签约。 合同贷了吗? 我的秘书就在停车场。 签约去。 走。 请请请请。 去把车开过来。 好。 吓死我了。 小秦总,你这气挺好的呀。 还说,断掉一切合作。 当然,有些时候啊,秦正辉的权利啊,还是可以稍微利用一下。 谢谢你啊。 以身相许吧。 秦浩东,一码归一码。 对赌的事情我谢谢你,但不牵扯感情。 哎,哎,宇正,你是真无情啊。 谢谢夸奖,姐姐我只想,如此美丽。 反正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看你实力咯。 许正辰先生,你涉嫌非法竞争,挪用项目公款,跟我们走一趟。 许正辉,我可是你爸。 你居然为了个女人,要亲手把你老子给送进去。 你犯了错叫接受惩罚。 何况你逼死的是余生的爸爸,他曾经那么信任你。 商场如战场,竞争就是如此,兵不厌诈。 当初我爸明明可以赢,是你利欲熏心。 那是你爸愁闻。 你真是无药可救。 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余生,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公司注册成功,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余生,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我知道我们之间没可能。 那是余生,你永远都是我最在乎的人。 我会永远无条件地站在你这边。 许正辉做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们永远是朋友,是家人。 并且我永远是你却好说带我走。 秦浩东要是敢对你不好,我一定揍他。 你不得救我,救你和我。 有些不对劲,上个月没来赢了。 小宝,来,进来。 你怎么来了? 嫂嫂,今天我不上幼儿园,来给你送早饭哦。 那你哥呢? 不过在外面,不敢进来,怕你生气。 谢谢小宝的早餐,我记得你每张照片。 进来吧。 下班后我还能过来蹭饭吗? 不能。 今天是我生日。 你的生日就不能跟朋友一起过吗? 跟他们过没意思。 那你随便吧 新买的手表吧 姐姐 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看到诚意 姐姐我只想工作赚钱 不想谈恋爱 徐晨阳的钱 我已经帮你还了 从现在开始 你不见她的 好的 债主大人 其实 可以肉肠 滚 快点离开我的视线 走了小宝 你好 您点的外卖 谢谢啊 我要是真坏了 我就杀了那个秦浩东 余生 我是浩东的朋友 我就要进城 坐 你好 其实 今天来找你 挺冒昧的 但今天是浩东的生日 我想替她说两句话 我 我 余生姐 高中的时候 浩东打架 我 从未改变 许征程证据确凿 你爸也贡献了不少力气 已经怕了 后半辈子就在监狱好好待着吧 我爸说了 你过生日 余生不来 还没追上啊 太难追了 他根本就没有心 要放弃了 放弃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放弃 孤单今月的梦 往时间裂缝里 看到了我 雷点交加之外的 另一些我 无云今之后 生日快乐 有点无目 有 当然有 旅行中的你我 回忆忽乱 灯灯灯 生日快乐 你还真以为我要跑啊 姐姐 我想去你 感不敢去林郑 一天一早 就去林郑 归着 粉丝 登归 我 你 在 我 和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